养好兰花的关键呢 就是养好兰花的根系 就是我们常说的养兰先养根 那么兰花的根系养得好不好 和质尿呢有直接的关系 兰花究竟用粗质尿还是用细质尿 在之前的文章和视频中呢 我们也已经是讲过多次了 也做过一些对比 这关系到兰花的品种来源不同 它所用的质尿应该是不同 还有你的养护环境 环境不同的质尿也不同 那我是比较习惯用细质尿的 在一个多月前 应该是两个多月前了 曾经翻过一个视频 翻棚一个视频 是兰花的根系状况 用细质尿养的兰根 一条兰根都没有 那么兰友就要求我说 你能不能再翻几盆兰花 不要翻一盆多翻几盆 让我们看一看 而且你这个兰花只要你 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究竟有些什么东西 用近距离的拍摄 给我们看清楚可以吗 我说当然可以的 今天呢我就随手拿了 四五盆兰花来倒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镜头放近一点 给大家倒盆看一下 这几盆兰花的根系 苗情有好有坏 我们今天要看的呢 主要是根系 看的是细质尿 对于兰花根系的 一个生长作用 刚才这盆呢 是我手上的盆 搬过来的时候呢 被倒翻了 已经能看到根系了 我们现在就把它 在这里倒出来 这是第一盆的栏根 再看我手边这个 我们把资料堆积在这一个地方 等会用近距离拍摄一下 让男友看清楚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怎么配置的 这盆的栏根特别的旺盛 倒了四盆兰花 有没有栏根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两根没有 这一盆也没有栏根 这一盆呢 有两条烂根 没有栏 没有栏 也没烂根 这一盆也没有烂根 这个有几条是 那个营种的时候 来的兰花修剪过的 它没有长出新根 现在已经是渐渐的在退化 空皮 留下一张空皮了 这里呢 就是刚刚倒盆出来的四盆兰花的植料 我们看一下植料的成分 这是松树皮 砍成碎片的松树皮 不是很多 松树皮的含量呢 不是太多 这个呢 就是我常用的三核桃壳的青果外壳 三核桃的青果外壳 有一些还没有完全腐烂 还是块状的 大多数呢 已经腐烂成粉末状了 然后呢 还是以腐质土为主 它这个腐质土里面 混合了一些三核桃青果外壳的粉末 所以它呢 非常的疏松 还很疏松的 长了一些白色的菌丝 这些菌丝对蓝花的生长呢 是没有影响的 几乎没有影响的 有些男友他也 倒盆时发现这种白色菌丝 他问我 对蓝花的生长有没有影响 其实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可以看到一条条的菌丝 而植尿中呢 可以看到有一些白色的菌丝长成 这在用松树皮种的蓝花盆中 很常见 对蓝花的生长 对蓝花的根系 完全没有影响 从这个植尿的配方种植当中 可以看出来养好蓝花的根系呢 其实并不是太难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